福氣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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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天使幾條錢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註實收看福氣來的 我們喜歡說阿Q沒的 好,我們說一下 其實條拜人 對世美人說 世美人會三條三米 所以我們是三條三米 第一,整條三米 第二,早條風米 第三,甜條夜米 故事我條拜 世美人不不?世美人是神人 所以我今天會這樣說 因為阿Q沒條拜 對傳統無心的揭版人上 所以阿Q沒的愛都要 依人一半年 二十七歲的好三五星 而在世美人 就應該會煮飯 鑰匙、四三夫 就像一百分的 學家好心求的概念 故事我今天節目當中 我會同太高樂的分享 一部不但像那個樣子 和那個舞台職 在共同創作 和其他的名字 和藍三子哈 雖然要藍三子哈 可以同太高樂 分享我們的 五星的議題 稍稍去夾來 分享今天的節目 在這裡 邀請到我 來分享 分享三個 工作室的團眾 分享鑰匡 分享鑰匡 大家好,我是鑰匡 今天非常開心 可以來跟大家介紹 我們的新戲 藍三之下 謝謝 好,分享鑰匡 三好,來 要請二百個視覺藝術的工作者 分享鑰匡 分享鑰匡 大家好,我是鑰匡 對,那這次的展出 會跟鑰匡的戲 一起在中立五號倉庫 做演出跟展出 好,繁洋文慧 三好來 剛剛有說到 藍三之下的演員 同時和那個舞台職 今天就會來分享 藍三子哈 跟演員分享 新演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鄭信然 我是中立人 然後是這次 藍三之下的演員 不錯 今天拜訪 有看到 海報藍三子哈 去那個藝術 藍三子哈 他在共同的展覽 共同的展覽 不過他們想要 因為他 算了他藍三子哈 他的主題 他的主題內容 大概是在講什麼 這一次其實是想要 要用藍三這樣子的概念 告訴 來探討一下下 所謂 穿著藍三的客家女子 在底下 他們遭受到的一些生活 那其實我們最主要的討論是說 到底怎樣的人 可以算是一個 完美的客家人 或者是說 客家女性 她應該是什麼樣的樣貌 她有沒有特定的樣貌 或者是每一個樣貌 都可以是客家女性 了解 古壽其實是唱藍三子 其實我會唱歌 我自己是第一次 看到藍三子哈 兩種結合在一起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結合 其實因為這個創作 它是先來自於這個攝影展 那在看到這個攝影展的當下 我覺得它有好多的故事 藏在這一些照片裡面 所以呢 我就心裡就起了一個念頭 我想要把它的故事 更多元的發展出來 對 所以我就想了一個方式是說 如果在攝影展裡面 剛剛好有一個演出 可以講更多的事情的話 會是個什麼樣子 所以就出現了這一齣戲 古壽整個主要在說的 西門營的故事 女性為主題的故事 古壽要藍三子哈 在每個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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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來演出的人 她就來唱 欣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們的展覽是從 十月十九到三十一 在中壢五號倉庫 然後是下午開放展覽 如果你下班了之後 六點到八點想來的話 也可以預約 然後呢 我們的演出總共有四場 在十月十九到二十一 大家可以上兩瓶售票王 然後來看一下我們的那個 就是來買票 以及這個禮拜六 我們在白皺之夜的活動當中 有在光點有獨具演出 七點到八點 歡迎大家來 對 所以像是這樣子 但是按用獨具的演出 那獨具的演出 那獨具的演出會多嚴重 演員都會到現場嗎 對 但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演員 她因為入圍了金鐘獎 掌聲鼓勵 所以呢 會有一個代打的演員出席 這樣子 古壽從獨具 大家就可以四口的了解 和孫來 也沒有很用的 起床的演出 對 古壽出席也沒有提床 因為三下來就會來 Muyaha這個文匯的攝影各展 其實剛剛鋼卡有說到 那從你的這個 可以是發想的 那你的攝影展當初 為什麼會是 以這樣子的形式 到底它整個拍攝的過程 你的對象 或者說你整個進行的方式 是怎麼樣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其實是在2016年 開始做這一個主題的 東急的六年 對 然後就是一開始我用FB 開了一個活動頁 然後公開招募客家妹 那我的標準 公開招募客家妹 公開招募客家妹 對 那我的標準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不想要做太多的限制 對 我就說只要你認為你是 然後你認為你是客家人 你認為你是女性 而且你願意讓我到 你的私密空間去拍攝 就可以來報名 對 所以這個是你 親家裡 你剛剛說私密的空間 私密空間的定義是 可能是他家 那也有可能是他自己 承租的空間 因為有些人可能是開店 對 所以是跟我想像中的 怎樣怎樣怎樣 沒有什麼空間 感覺都是 通常攝影就會 搶模特兒 都在那裡 攝影棚在那裡 但是不一樣 對 不太一樣 因為我會認為說 就是女性跟她們所處的空間的 相對關係是很有趣的 所以就是 不想要輕易放過她們 喔 故鄉你為人家偷偷 人家偷偷偷偷 單純就只是拍她本來的樣貌嗎 還是有其他的調整 就是 在這整個過程中 我後來發展出一個方法就是 一開始我會先請她 就是很自在地做她自己 她可能繼續做 我到她的空間之前 原本就在做的事情 可能是整理家裡 或者她可能正在看書或什麼的 我請她繼續做這件事情 或者是說她可能比較緊張 我就跟她聊天 就是亂聊 對 那當然聊的內容 還是會把它鎖定在說 就是身為一個客家人 然後我去釐清說 我自己家裡有一些習慣 你有嗎 你家裡是不是也這樣這樣子 或者是你家裡有習慣 是不是怎麼樣怎麼樣 那就是跟她先亂聊 然後就是在這期間 我就是連拍 那拍到我認為 好像跟她當下的狀況 比較接近的 對 有她的味道的畫面 對 然後我再請她 讓她換上我準備好的藍衫 然後再重複一次 哇 郭師傅你很會本期換裝 但是想要這樣子的呈現的原因是 我一開始想要追索的問題 其實是 什麼樣的客家女人成就 標準的客家女人 因為當我們講說 你這個人怎樣怎樣的時候 對 跟你這個女人怎樣怎樣的時候 或者是 你這個客家女人怎樣怎樣的時候 怎麼辦 你會覺得 每個重量好像不太一樣 每個重量好像不太一樣 對 所以就是 人後面的 隱藏那些意識 女人後面隱藏那些意識 跟客家女人後面隱藏那些意識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然後我想說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不是都是同一個人嗎 為什麼當她 被當作一個普通人看待 跟被當作一個客家女人看待的時候 大家今天會用完全不一樣的標準 來看待同一個人 做同一件事情 哇 啊 姑收有閒兇都壓軟的事情 阿琴我會跟她講到 文匯文外講 身為一個 學家生母人 喔 我剛剛 馬皮就死了 我起雞皮疙瘩 就覺得天哪好可怕喔 你整個文化重量 就瞬間壓到你身上 對 真的 姑收你有發現到 其實 學家生母人對於這一個名字 是一個包袱 對 它是一個很重的重量 在 生母人身後 郭忠祥 你出带习惹 你会讨论你其实有访问 就是跟他做很深入的对谈 是 那譬如说可能会问说 你家里习惯吃什么菜 对 然后或者是说 你跟一般的朋友 或者是同学或同事相处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你的客家身份 就是你可能处事的方式不太一样 或者是说当然可能 面对到亲子关系 或者是亲密关系的时候 家里会不会给你更多的压力 那你觉得是 因为你是客家人才有的 对 不过其实像 暗影也有服务的高层 其实你没有用英雄的方式 去记录下来 没有写 也没有录影 没有协讯 有啦 就是照相 对 就只是画面而已 要有上影全部是没有进入下来的 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 我会认为说 如果我要让这个受访的对象 可以真的对我 如果讲出实话的话 我不能去做实际的 就是语言上的记录 对 然后我那天除了拍照 我大概就是充当一个 他的大树洞 然后后来发现 其实大家 不太会去抗拒回答这些问题 因为其实我一进门 我就会先跟他讲说 待会儿的访问内容 如果你觉得不想回答 或者是回答这件事情太痛苦 回答不出来的话 可以直接跳过 没有关系 可是大家其实基本上 不太会去拒绝这件事情 因为你没有记录 对 但是 其实这些东西 应该是记录在你的脑海里面 对 但是我不会去记说 可能这件事 是实际发生在谁身上 可能隐约记得 但是当人数一多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个 朦胧的外轮廓 对 但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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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我可能问了五个十个之后 我就会开始修正说 接下来我还要问什么东西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真的不知道方向是什么 然后才发现说 原来我跟他 有这样子的共通点 那这个共通点是不是客家人 是不是 所有客家人都有 对 然后我就会朝这边再问 然后就是不断地 一直修正我的保温内容 对 不过来说 穿银也蓝三子 它这样子的一个摄影展 其实它是有前身的 对不对 对 它是有前身的 对 它是一步一步延伸过来的 怎么在同台下来 封像它有整个流程 应该说整个延伸的过程 是长得怎么样 好像是有点长 其实应该说这个 整个摄影 这近三年来的 我的摄影的作品 其实都是送给我的外婆 跟我妈妈的 对 那一开始 我发展的作品是 第一届回头看的时候 出现的叫做 那些我在乎的 那个时候我在追求的 其实就是一个 我在家里面的祠堂上 看到我的祖先们穿着的 那些遗照的样子 然后我会自己打扮成那个状态 然后坐在一个 可能背后有一些环境议题 或者是一些土地争议议题的空间 然后直接自拍 然后接下来我带这一个系列 就是我刚好有一个机会可以去法国 大概三个礼拜 然后我就想说 我要来法国做看看这个议题 然后我拍一拍就发现说 不太对 因为我当初到巴黎的第一个瞬间 我看到那些建筑 或者是说我到罗浮宫之类的地方 我看到那些很西洋式 很欧洲的东西 我突然觉得 这个东西好熟悉喔 因为我是毕竟是学美术的嘛 那所以就是说 我整个大学时期都在学这些 对 然后我就有一种 我在一个完全不认识的 没有去过的地方 却觉得好像回到故乡 我就开始发现不对 我认知怪怪的 应该是要对你去自己的故乡 喊点硕士当初 但是你却发现 对课本上的东西比较熟悉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很震惊的 所以我后来在第二届回头看的时候 我就想说 那我来探索一下什么 我的客家背景好了 对 因为我刚刚说过 这整个系列 其实是送给我妈妈跟我外婆的 那我觉得我妈妈跟我外婆 就是所谓的典型 标准客家女性 她胸片就看到中南三家 这是阿婆 嫁婆 那是我外婆的家 对 我长大的地方 好美 嫁婆婆 对 然后我外婆是一个守着 祠堂的女人 她每天都要拜拜 然后我记得我小时的时候 小时候我只要听到她说葱牙 就跟着她 然后到时候拿着拜 然后拜完家里 还要去那个土地公再拜一遍 对 好美 好美 就是从一开始到去法国展出的作品 然后后来还有延伸 最后才延伸到南三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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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开心 好美 我现在回来的 跟着说这一句阿琳妹 今天节目当中 同体会来的 分享了 认识和舞台上 两种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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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她一開始有說到 其實她的舞台牽著那堆 妳要不要站 眼神出來的 故事文慧如同 她要給她下的小夜一哈 她一開始藍珊之 她這個攝影展有一個前身 前身前面還有一個前身 我們剛剛講了第一個 那些我在乎的 三好來 還有天一鋪 天一鋪就是這個 真的是藍珊之下的前身 對 她其實是 其實就是這次展出 會有大概三分之二 就是那一個部分 那其他她原來的名字叫做本枝 因為當初是 第二次回桃看的時候 我就開始在執行這個創作 那我會覺得說 我要尋找的其實是 屬於客家人 或者是客家的女性 她其實可能會有 某種文化的共通點 但是她本質上 她就是一個人 那我想要去找出那個差異性 或者是那一個 大家面對日常生活的時候的狀態 嗯 古董 三好來一張延伸出這個藍珊之下 對 那這次才把全部的名字 再重新釐清跟翻譯過 最後把它變成藍珊之下 不過 我想我來問一下 怎麼會 因為我雄雅 藍珊 祖宜呢 很大很大的這個符號呈現 因為不管名字還是圖案的意象 都是藍珊的這個符號 嗯 這個部分就要講到說 當我們在處理客家議題 就是在台灣處理客家議題的時候 目前大家就會 第一個才用就是符號來處理 那所以你會看到我的 買的啦 對 宣傳罩上面其實是 壓了花布的 然後或者是油桶花 對 我一開始是覺得 這東西有問題 因為其實實際去問過很多客家人 對於花布的印象 或者是對於油桶花的印象 其實大家是沒有這個印象 對 這些都是屬於一個符號 對 那當時我就想說 我要用一個比較正確一點的符號 那我就想說藍珊 因為它曾經存在過 所以我就想說 我來復刻一件藍珊 然後我就請我阿姨 因為我阿姨是裁縫 然後請她回想一下 我外婆的嫁妝長怎樣 然後找了很多田野調查的資料 然後跟她對 然後最後做了一件藍珊出來 這是曾經的藍珊 菇手 因為你起生在藍珊 應該是南部的客家人 就有在做 菇手 你剛才是曾經有可能 譬如說家婆做藍珊 有嗎 沒有 這其實 我訪問到現在 真正有看過的 已經是我媽媽那一代 就是等於說是我的阿胎 那一輩才有穿這樣子的衣服 菇手 其實那條拜 老條拜由你去做 學家的代表傳統的服裝 就在藍珊 不過 初衷你做藍珊之下 要到這個攝影展 其實應該沒有讚 雖然聽起來是攝影展 不過是整個很多故事的交流 對 現在就故事當中 由你英雄他成的故事 做在同台跟他分享的嗎 主要還是 女性對於空間的自主權 那不管說我受訪的對象 是她可能是租了房子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人租的房子都很小 這真的非常非常狹窄 就是無法置信 為什麼會有人住在 就是沒有多大的一個空間裡面 然後他生活中說 一切都在這裡 那當然不是說 只有租屋的這麼 空間被壓縮得這麼小 甚至是說 他自己擁有一棟房子 可是當我跟他說 請帶我到你最自在 屬於你自己的空間 他竟然是帶我到廚房跟客廳 中間的一小塊隔間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是 天啊 這房子在你臉下 可是沒有空間 是這麼的狹窄 其他的地方他認為 那是家人的共有空間 所以就會變成說 大家怎麼去定義 自己的空間 所以其實 當時他已經認識了 對戚家跟空間 其實是沒有特別特別 去在意這件事情 因為好像大家都是 雖然不是有空間 我們有空間 大家好像都這麼覺得 對 那我最後訪到最後 就有一種感覺是 婚前是附屬在原生家庭下的 對 婚後是附屬在夫家的 然後我就想說 那什麼叫做自己的空間 那我也有問到一個對象說 那屬於你 自己的me time是什麼時候 那有幾個不同的人 給我回應 有些人是說 從這裡開車到另外一個地方 在車上的那個時候 是那個時間那個空間 是完全屬於他自己的 那有一個受訪者 他是會每個禮拜 跟先生要求說 我這個時段 我要放假 小孩給你帶 你不要問我去哪裡 要不然 太假的通通應該想說 阿燦燦 這生母女我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算是 聽起來是一個 懂得別的例子了 但其實 英國的生母女 在家庭上做的事情 多努力一點 多爭取一點點 甚至 當生母女傳統的那種包袱 我們應該稍微把它丟掉一些 對 我覺得要重新檢視 真的有必要要做到 這樣的程度嗎 對 因為菜床有三三 跟生母女 我想問一下洪凱 你身為生母女 你關客家女性的這個包袱 你的感覺是什麼 其實要不是這個作品 我真的很難去感覺到 原來有所謂包袱存在 太理所當然了是不是 是理所當然嗎 不是 是 大家也不會說 也不會 然後甚至是有些人 可能不覺得那個是 他自己的包袱 這個是最可怕的事情 對 但是 當我們開始提及 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的人來說 對 我家也是這樣 對 怎麼樣怎麼樣也是這樣 我阿姨也這樣 我大同夫也這樣 我才發現 原來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只是大家都以為這件事情正常 或者是當他們在講 他們家的故事的時候 他們自己提出來才發現說 原來我一直以為 我們家很奇怪 我一直以為我們家很不一樣 其實不是我們家不一樣 是因為我們家有客家的關係 是客家協同的關係 才會有這樣子的差別 對 譬如說前陣子他們在講 就是說過年的時候 每一個人家裡面 每一家要帶一隻雞拜拜 有啊 而且還不只過年耶 對 單槍公演耶 有午夜見啦 韓國情報的那個中秋節 也是一樣啊 每一房的每一個兄弟姊妹 全部就要帶一電給的 那個我們的三合院裡面拜拜 對 然後我聽到大家說 不會吃不完嗎 他說不會吃不完 沒有吃不完的問題 都吃得完 都吃得完 然後我就會發現 這個是我完全第一次人生第一次 聽到這件事情 真的嗎 對 可是在大家對他來說 這是好普遍的事 你阿富卡沒有這樣子做 沒有 我們家不會 每一家家戶戶戴一隻雞 我們會大家一起戴一隻雞 哇 很明顯耶 他都一直在客家的環境 所以其實我們自己不自覺 所以要遇到這樣 難怪你會覺得 要照主題非常非常的有趣 所以才做了這個 舞台劇的共同創作 是 因為他對我來說 有太多事情 是第一次聽到的事 對 有太多事情 是第一次聽到的事 然後他們就常常都會在講 就是講好多好 然後過年還要排順序 怎麼樣 今天去誰家 等一下要怎麼樣 然後會有一張 回合這樣下來 對 因為那個長輩要尊重 所以一定要過節 一定要先去就是 最受尊從的長輩部卡 而且去白鳳走 對 對 對 我們家也會這樣子做 可是不會做的 這麼的仔細 或者是會發現某些家裡面 有一些沒有辦法 去打破的一些習慣 譬如說我們有演員 他們家裡面連打了 三十年的麻將吧 每一個禮拜的某一個時段 每一個禮拜的星期幾的 某一個時段 他們家就是要打麻將 然後這樣打了幾十年 突然之間有一個人舉手說 不好意思 我今天沒有辦法去 大家會很緊張說 怎麼了 他是不是生氣 他是不是不開心 那其實只是不想打 那麼久而已 之類的 對 就是我會聽到好多很有趣的 但是可能對他們來說是個包袱 可能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很習慣的事 可是對我來說我都是第一次聽的 不過這些 我們客家人習以為常的這些 小小的習慣 小小的包袱 你會用版 然後去平都亞舞台劇裡面 我還滿好奇的 這個舞台劇會是怎麼樣的呈現 其實這舞台劇一開始 我們就沒有打算要做很寫實的那種戲 就是有起承轉和非常明顯的一個故事 那我們會用比較實驗性的 拼貼的方法把它拼起來 那這一次在演出的過程裡面 因為我的四個演員們 都非常的有個性 然後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所以我就會請他們在劇本裡面 稍微的再即興一些片段出來 然後讓我們可以來去應用 把它放到這個戲裡面這樣 所以像這樣子即興的 做戲算了應用版 做什麼叫做拼貼式的方式 也就是 木頭騎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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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給大家來分享 好 歡迎大家又看到福氣來的 在綜藝圈阿群妹 今天在節目中 請給大家來分享一個欄三字 已經不斷牆騎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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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 先說一下 這就是演出藍三姿 他正在演出那個藝術 非常專業的演演來做 那些阿久不見你吃蚊仔聽聽 不說是他 洪凱是要擔任這個旁白的角色 然後新演就專業的演演 而來做這個 甲勇的角色 婆婆的角色 然後他就會來做小媳婦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請洪凱 來幫大家設定一下 整個劇情的走向 好的 那我們即興的時候 通常都會先設定一下情境 那現在情境就是 那個主持人是那個 剛嫁進家裡面的小媳婦 然後家裡面的米酒 突然之間用完了 所以先生就跑去巷口的便利商店 去買米酒 然後現在在客廳裡面 就只剩下婆婆跟媳婦兩個人 好危機 我的媽呀 婆婆有一些問題 想要問一下媳婦 媳婦該怎麼樣好好的回答呢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她嫁寬天師 寬天師 我兒子都沒有在煮飯 他這樣出去買米酒 他怎麼知道要買哪一種 媽 嫁 她就拿手機的 賴噴機通話說 要買四十度的 四十度的料理米酒 好 賴噴機 四十度喔 對 妳一直都這麼瘦喔 有的 會有鬆下吧 可是我看妳好像結婚了之後 怎麼又變更瘦了 妳有沒有吃東西 有 會有吃飯 不過我 按部養 會有吃飯 做得嗎 做得 對 會比較疲到的 那個 現在差不多吃飯時間嘛 我看妳們那個冰箱 是有準備什麼嗎 那個在郎東區 郎東區會有冰油 還有有沾澡的 還有有香蟲油 媽媽 吃好吃的 好 我兒子他很喜歡吃我煮的 那個蛤蜊絲瓜 對 妳是會煮的嗎 媽媽 妳在做什麼 媽媽煮的 很愛好色 妳在做什麼 我看妳們對面那個 對面那個媽媽 她那個是第二胎了是不是 對啊 像她那樣子 她就氣色很好 對啊 然後就是有個 懷孕的福氣的感覺 我按部家床 老公最好也好 謝謝 謝謝 好棒喔 好厲害喔 好可怕喔 你們哪裡想來 那麼針對的問題啊 我們在討論很多 就是女生處境 在這種處境之下 到底要怎麼回答 招惠出題的 對 因為 對 看到小媳婦就是了 也不是啦 就是大家會 我們會蒐集很多情報 會知道說大家家裡面的 什麼大姑姑 二阿姨 生生啊 對 發生過什麼樣的故事 對 我們現在收集起來 來去分門別類一下下 到底家裡面 一個女生在家裡面 尤其是在客家的家庭裡面 她會有什麼樣的遭遇 或者會經歷什麼樣的情境 千不該萬不該 老公就是不能出去 對 對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趕快 巴著老公一起出門 對 故事叫暗勇給現實 我由當孫燕的演員 擁有一點點即興的方式 來做那一本台 跟孫燕的演員 聯繫就能跟洪凱彤 帶來收藝 好 我們這一次 請了四個非常專業的演員 那有我們的辛燕 那辛燕是我們的中立代表 是的 然後第一次跟她合作 辛燕她除了舞台劇之外 她已經跨足音樂劇 現在是一個非常多層的音樂劇 哇 對 那她在我們 她光今年就已經 下半年就四出戲了吧 對 對 四出戲 多麼的 對 還多樂言也不得了 故事聽錯動好看 謝謝她可以來上面 然後還有我們 還有一個我們的 編舞家余彥芳 那彥芳她也是中立人 然後她是平常都是在做舞蹈 她在舞蹈領域裡面 表現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就常常都在做舞蹈 在國際間跑來跑去的 那這一次她聽到 是這樣子的主題 就二話不說說 她要來當演員試試看 那除了這兩位之外 還有亮瞳 是我們這次藍山之家 攝影展裡面的 其中一位主角 那她也是因為本身 是演員的關係 又做模特兒 然後她家裡面有很多 很有趣的客家故事 所以我就把她一起找來 那再來還有一位呢 彭若瑄 那她這次呢 剛剛好也在客家電視台裡面 因為台北科手的演出 對 然後呢入圍了金鐘獎 非常非常的興奮這樣子 然後呢 不要為了演出一下 對 那這四個女演員 她們各自有各自的形象 每一個人的特色都好不一樣 專業也很不一樣 連客家化的腔調也都不一樣 太有趣了 連客家化腔調也都不一樣 所以有人 而且還有人是完全不會講的 所以剛剛好這四個完全不同的 點型的客家女生 就一起來幫我們完成這個製作 不但這樣 雖然跟她說的是即興的演出 但是即興的演出 還是需要編劇的 編劇的卡斯正容易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次請了兩個女生跟一個男生 那其中黃若瑤她是拿了 去年台北拍的劇本獎同獎 對 那還有另外一個蘇佛家慧 她是我常常合作的文字工作者 那兩個女生開始來寫一些 所謂女生的處境 那除此之外我找到另外一個男編劇 來一起可以用旁觀者的角度 試著去很溫柔的 把這樣子的情境把它結合起來 那張敦志就是這個男生編劇 還是我們這次編劇統籌 他負責把這些有一點點 甚至是爆裂的橋段 把它溫柔的拼在一起 然後可以在我們的藍山之下 有很多不同的層次的演出這樣 沒錯 雖然有人說的那樣心的議題 藏起來會很嚴肅 不是說和那些人會來加一些 有趣或者是戲虐的部分在裡面 比如說 聽說你們還找到一個 賤案的這個廣告給第一次 對 那個廣告子很 然後把它加入這次的演出 對 很機嫉人 我們看到看到這個廣告的當下 我們就說我們來模仿看看吧 想不到一在排練場裡面模仿 大家 瘋了 停不下來啊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廣告 我們來請星宴示範看看吧 就是大家要想像 這是一個中庭 你知道嗎 如我一般的這個女生 就出現在這個中庭 然後開始講說 比山更大是海 比海更大是天 比天更大是人的願力 我何其有幸嫁入豪門 我祈求公公身體健康 祈求兄弟手足情深 祈求家族力量 無遠佛界 然後就有音樂 對 然後磅礡的音樂就進來 你就看到畫面 對 就穿著就是全白色的女生 一個人在中庭裡面祈禱 在六線道旁邊 一個人在中庭裡面祈禱著 祈求公公身體健康 然後我們看完的 第一個當下就是 婆婆呢 好荒謬喔 其實 要得說 我突然贏到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們有跟同事討論 我們有一個同事竟然說 我根本希望我的公婆 比 對 因為其實 怎麼會有一個 像這樣子的建案出現 但是我覺得他就是 當整身在成縣 能力壓他對傳統 無心的竊敗英雄 對 那些事情就要看到 我老公的父親 我老公的爸爸媽媽 我老公的家庭 我老公的家娘 你不要跟他親家 不要跟爸爸媽媽 對 在那個廣告裡面 男生都在瘋狂地喝香檳 然後女生一個人 在中庭裡面祈禱 對 這個畫面太衝擊了 衝擊到我們大家覺得 我們來趕快模仿看看吧 對 然後所有人演到就是 沒有辦法好好的講完 這整個廣告 太好笑了 所以其實這就是一個 老演拼送 逆送是 生翻當中 獨鬥的衝突性的議題 是 然後去拚下去 是 而且我們想辦法 幫大家整理一下下 但是在這樣子 相對嚴肅的議題裡面 我們有沒有一個方法 事實上大家看完 可以稍微地走出來 或是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 來去觀看這件事情 而不是大家集合在一個 黑盒子裡面 對 很難過地看完 很難過地走出去 這可能是我們想辦法 用另外一個角度 把它拉起來的一個方式 對 因為可能他會把他 落去觀看 就會說 要到平常使喊 生翻當中 獨鬥的事情 一說 不應該是這樣子才對 好像 他要有一點點改變 好像我可以改變 有想是演奏在過邊 不過演奏 不敢去過邊 不太敢 因為大家都這麼做 我跟媽媽要這樣 我跟阿婆要這樣 所以有些人運行 全部都這樣 所以藉由藍山之下 贏到的熱養戰 和舞台騎 抬家鄉 看他上來 什麼原因 怎麼就騎斑英雄 做得可能 來調整 好 所以現在又請信念 同他要來講一下 贏到的熱養戰 和歌仔 舞台騎 的演出時間 好 我們的展覽 會從10月19到31號下午 如果晚上要來的話 也可以預約 在中立五號倉庫藝文基地 然後舞台劇的演出 也是在中立五號倉庫藝文基地 是十九到二十一 可以大家看一下那個時間 有下午跟晚上 然後歡迎大家來看 藍山之下的演出 沒錯 我們不記得了 今天禮拜六 很有獨具的演出 台嘉美祖地 Kunha Thi Kunha Thi Kunha Thi Kunha 鼓掌吉文綺 非常感謝鴻楷 也謝謝文慧 謝謝欣賢 來到節目當中 做什麼 什麼天使紀條件 觀眾朋友 會鼓勾休息 Kunha 來做運動了